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另外一个是在你执行完某一个命令之后 用Ctrl加Z快捷键把它放入后台 这两种方法有区别吗 有 区别在于用这种方法放入后台的命令 在后台还在运行 但是用这种方法放入后台的命令 它是暂停的 放入后台之后它就停止运行 除非你把它再恢复到后台或者前台之后 那也就说这种方法是后台运行 这种方法是后台暂停它的区别 那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这里我们就按照幻灵圈上 我们打一个ZC ZCVF 压缩一下ETC.ta.jz 来找一个压缩跟下的ETC 找一条命令呢 它会持续运行一段时间 别一回车马上就执行完了 这样的话可能看不到效果 对吧 那么我不想看到它的前台终端 我放在后台运行 那这时候回车 看 我只要回车 你看 它不过有一些提示而已 有一些提示 但是它并不影响我的这个操作 但是它运行了吗 看 它执行完成了 看到了吗 LSC下当前目录下这个文件 有了 也就是说 虽然放入了后台 但是呢 它还是正确执行完成 看 一个后台任务 执行完了 对吧 那工作已经进行了 也就是说 这种方法放入后台的命令 它还在后台还会执行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说的 比如说top命令 看 top命令 如果你不正常推出 它始终都会在这里进行 这个时候怎么办 Ctrl加Z 看 这个命令啊 并没有终止 我们说Ctrl加C Ctrl加C 是强制终止 但是Ctrl加Z呢 就是放入后台暂停 这个命令 其实并没有运行 并没有停止 而是放在了后台 只不过 它放在后台之后是暂停的 而不是运行 那好 既然可以把命令放入后台 那我是不就应该可以查看一下后台的工作 哎 我们为什么把这种管理方法叫做工作管理 就因为查看的命令是P 是Jobs Jobs是不是就是工作类似 可以加-L 显示后台的PID 那我们可以试试啊 看 Jobs -L 你就能看到 有这样一个 它只显示PID top 正在 在后台 不过是停止状态 那布加-L 就是这样的 哎 没有中文 它是停止状态 因为是暂停的 对吧 那 当然我们说 如果我用PS 其实是能看到这个命令 对吧 只是它没有工作管理写的 这么 没有Jobs写的 这么清晰 有这样一个 那我假设 我把刚刚这个命令 不用这种方式放入后台 而是压缩的同时也放入 Ctrl-Z 我强制 很快能Ctrl-Z 这要快点 要不然跨压缩完了 是不是就没得放了 这个时候呢 你们叫不死 你就会发现 哎 后台就有两个命令 一个top 一个压缩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会发现 它的状态都是暂停的 因为我都是用Ctrl-Z 的快捷键键放入 那这里是它的工作号 啥意思 第一个放入后台的命令 工作号就是1 第二个放入后台的命令 工作号就是2 如果有第三个就是3 一次类推 这里还有一个加点 加和减的符号 这个加减的意思是 加代表最后一个放入后台的工作 如果恢复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打算恢复运行 你又没有手工指定这个工作号 那么他默认恢复的就是这个加号 有加号标记的这个后台工作 减号代表倒数第二个放入后台的工作 这个就是倒数第二个放入的 那就说如果待会恢复先恢复加号 再恢复减号 那如果我再放一个 比如说套普 你看我再放一个套普进去 Ctrl-Z 看一下 赵布斯 最后一个是套普 那么他就是加号 倒数第二个是减号 那么其他的就不再有这个符号标记 也说加号代表默认优先恢复 减号代表默认第二个恢复 剩下的哥们是依照他谁放在后台的这个顺序 相同顺序 一次恢复 当然我可以手工指定工作号来指定恢复某一个程序 而不是用默认的方法恢复 对吧 好了 这就是赵布斯 查看后台工作 那 我们说可以恢复后台的工作 那怎么恢复呢 我们说他的方法是用FG 后面加百分号工作号来指定恢复某一个工作到前台执行 FG F是有前台 前台的意思 这个百分号可以省略 也就是说我可以直写FG1代表恢复第一个工作 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啊 不要把工作号和我的进程ID搞不 这里紧对这个后台工作生效 那有把它恢复到前台就会有把它恢复到后台 BG就是把工作恢复到后台执行 那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假设我想把第一个工作FG1%恢复到前台 这个时候看我回车 套不明的就恢复到前台 当然百分号可以不起 我NQ键正确退出 这个时候再去赵布斯查 有会发现只剩两个后台的工作了 因为有一个已经恢复到前台 然后用正确的方法退出了 那如果要想到EVL的后台呢 就是用百分号用2来看 1已经恢复走了 对吧 所以只剩2和3 那我假设看百分号3 把它恢复到 试试试查一下 BG3把3这个工作恢复到后台运行 但是如果我们查 怎么这家伙还是stop 那我们试一下把2这个工作恢复到后台运行 看这里 运行完了 太慢了 但我们重来一遍 扎布斯 看是不是只剩一个了 那我再放一个 就是他 ZCF 然后呢 我整个压缩根吧 压缩 ROOT 点TAR 点JZ 压缩根部路 这样的话能稍微慢一点 看 Ctrl Z 把它放在后台 对吧 放在后台 照布斯 那好 我BG 看 BG3 3% 其实都一样 它是不能恢复的 看 赵布斯 还是停止 但是我BG4 然后赵布斯查一下 哎 看 它显示是在运行 这个命令 在后台运行 那为什么啊 好 有一些报错而已啊 有一些报错 好了 这个赵布斯 压缩的太大了 对吧 压缩整个根 那这个时候 它是后台运行 那为什么 TOP 恢复到后台运行 它还是STOP 而这个命令 就可以在后台运行 那是原因 TOP命令 是 必须跟前台 跟用户之间 有交互的 什么意思 TOP命令 是给用户 显示系统进程的 那 显示这个系统健康状态 那 如果你把它放在后台 而且还让它 在后台运行 那我问你 TOP还有任何意义吗 因为我们在后台的话 用户是看不到 TOP命令的输出的 所以把TOP命令 放在后台运行 是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说 TOP命令 要想正确运行 必须跟前台的用户 跟我的管理员 有直接的交互 它才可以运行 否则 你把它放在后台运行 是没有任何意义 那这样的命令 是不能在后台 恢复运行 比如说 如果这个命令 如果这个命令 和前台有交互 则不能恢复到后台运行 因为 它就是给管理员看的 你把它放在后台运行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除了TOP 还有这个类似的吗 比如说 VI VI是不是编辑器 是让用户给你修改文件的 你要是让VI 在后台执行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所以如果你想把VI 比如说 看啊 那这个还没有中置吗 我查一下 PS 那我干脆手工中一下 要不然压缩的太大了 杠九 这个是263 对吧 263 把它把它杀掉 那这个时候看 照不死杀死了 稍微等一会儿 好 没了 那TOP命令 放在后台是不能运行的 但是我如果VM 有一个文件 比如说A吧 这个时候呢 我Ctrl Z 强制把它放入后台 我们照不死 可以看到 后台有个VM 这个 但是他同样是不能放在后台执行的 照不死 看他同样 原因 我们说 VI这种东西就是给用户操作了 否则你把它放到后台执行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他也是同样是必须跟用户有前台交互了 前台交互了 所以他也不能在后台恢复执行 小心啊 要想在后台可以恢复执行 就必须不能必须不能和用户之间有交互 也就是说 压缩 打包 查找啊 这样的命令可以在后台执行 但是像TOP VI这样的命令只能在前台执行 那要想正确停止它 我就应该FG 对吧 那么如果不加工作号 他是按加号恢复 那么就恢复到VI了 正常退出 现在看 就是你一个了 再FG一下 恢复到前台 Q 退出 这时候我就正确终止了所有后台执行 这就是我们讲的工作观点 其实不难 其实不难 这节课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说了 如何把命令放在后台 两个方法 一个是在命令后面直接加按的执 另外一个是命令的运行过程当中 按Ctrl加Z 区别是加安德夫命令放在后台是执行的 Ctrl加Z放在后台是暂停的 当然 我说 像TOP命令VI命令 就算你后面加了安德夫 放在后台 它同样不能执行 只能在后台暂停 接下来我们说 用Diops可以查看到后台运行的所有进程 用FG把它恢复到前台 用BG把它恢复到后台 就可以执行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